大师呢 家俊要以自己自身的这个经历 这五年来在超级神运码里面的学习 跟大家来做一个汇报 什么叫神通 那我记得呢 导师在超码书第二章里面有提到 这个当时Frengy有说 所有在地球上被大家尊为了不起的人物 他们之所以有特殊的能力 都是因为他们身体上的某种特殊开关已经打开 但是因为有这样的能力而到处炫耀玩弄人群 这是上天和宇宙所不允许的 所以这一段话让家俊可以明辨是非了 那家俊自己本身在2015年因为一个小小的咳嗽 然后当时呢就整个身心里都发生一个病变 导致我后来不能呼吸 那在家俊读了超级神秘密码书以后呢 开始落实心法第三天 就在心法当中 因为过去的这个修行的因缘 让家俊呢 能够看见自己的千年轮回 那在这整个心法的过程里面 依据自己家俊自己 所获得的这个灵感呢 就是今生家俊要来找一条回家的路 并且在我的心法当中呢 与观世音菩萨是有很深的因缘 那菩萨指示我就是跟着太阳色的导师 找这一条回家的路 因此呢在家俊落实了心法第三天以后 就有这样的一个指示 于是我就上网去搜查 我们敬爱的导师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那就发现到原来在第二天 导师呢即将来到我们马来西亚中部的 这个吉隆坡办理场讲座与课程 那随即家俊也是赶快和先生一起前往 并且在听这个讲座会的过程里面 与导师有了第一处的见面 那当时呢 家俊对导师所说的一切天地真理 非常的认同并且泪流满面 而且就在签书的时候 导师问了家俊一句话 他说你将来会把超级生命运码书 分享到各个角落去吗 我答应导师说我一定会 那请问在座的每一位超马家人们 有谁可以第一次见到太阳色的导师 就立定这项发心要去广传超级生命运码书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导师的真心 导师我们听着我们的路这一首歌曲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导师啊 当年他是一个人要发了大愿 从一个人开始要度尽天下的众生 那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啊 家俊曾经有遇过一位高人 那这位高人跟我说 他说我真的非常佩服太阳色的导师 因为他愿意他可以这样子无师的宣讲天地真理 教化全球的学员